新冠病毒危机挥之不去 在后疫情时代 人们的焦虑 恐慌等等负面情绪 也在悄然滋生 官方统计显示 心理援助热线今年 一共是接获了超过12万通求助电话 其中寻求精神支持或辅导的人 占了89.42% 不但如此 国人患上忧郁症和焦虑症的数字 同比疫情前也攀升了至少两倍 有将近50万人出现了抑郁症状 不少人更因为难以适应生活巨变 而出现短暂的适应性障碍 情绪轻度失调 温宜当前要如何保持精神健康呢 让专业医生手把手教你 战胜心理焦虑 全民抗疫超过15个月 大部分人都深切了解到身体健康是无价之宝 开始关注保健养生 强生健体 但不少人却忽略了同样重要的精神健康 民调显示 2020年共有44%的国人 因为疫情导致精神健康受影响 仁爱医院精神心理科医生杨文明表示 过去一年 所有上门寻医的病人 面对的问题几乎都和疫情有关 以前有犹豫症还是焦虑症 可是好了的 可是因为这个疫情 它的病发作 像group的人 这个病倒回来 这个犹豫症还是焦虑症倒回来 性格 怎样的性格 type A的性格 那个很容易紧张 很容易担心的 那个group的人 那还有 经济有问题的人 没有工作的人 学生也是 因为现在不能去学校 有的学生也担心 因为要考试要到了 还是要进大学 最常见的心理疾病 可以概括为 忧郁症 焦虑症 恐慌症 以及强迫症 要判断一个人是否患上 这四种心理疾病 就要了解当事人 有没有出现持续性的症状 例如 莫名焦虑 忧郁或紧张 对喜欢的事物失去兴趣 集中利弱 思绪混乱 难以专注 孤立自己 不愿与家人朋友接触 饮食和睡眠习惯失调 有亲生念头 感到生活苦闷 经常发怒 哭泣和做出过敏的反应 如果您发现自己或家人 连续两个星期都出现以上症状 最好马上寻医 不过 在明显的生活改变或环境变化时 有的人会出现短期或轻度的 烦恼状态和情绪失调 连带焦虑 紧张 忧郁的心情 但这种情绪表现 未必等同于患上精神疾病 杨医生说 瘟疫肆虐一发不可收拾 社交媒体上有关疫情和疫苗的真假资讯 以及网民散播的恐惧 担忧 紧张 等等负面情绪 也像病毒一样干扰民众的精神健康 医生建议 容易紧张的群体 尽量少追新闻 社交媒体很多讲到疫情的问题 所以这个社交媒体让他们越看越紧张 还是越看越担心 有的新闻是对有的新闻是不对 所以有的讲到打到疫苗就很严重 有的人是没有去研究这个新闻 所以变成给自己压力 打这个疫苗会变成这样 就不会睡就每天会想 想要保持精神健康 第一步就是要证实问题 先厘清自己的症状和发病原因 才能对症下药 如果不幸受精神疾病所困 或是情绪低落 不妨听医生的指示 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舒缓心绪 首先找个可信赖的朋友倾诉 疫情期间 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 合理安排时间 分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 从事健康积极的运动项目 好好睡觉 摄取有营养的食物 接下来就是准备好独处的时间 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关心别人的同时 也别忘了关爱自己 马兴社电视张一柔 采访报道